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5日 剛剛在報紙上面就見到這一個消息 是3月23日美國的消息 俄開俄州歐哈佑 就有些戶客在Walmart打交 打交的結果就是170%受傷 3個人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場是一場圍偶 他們為什麼會在Walmart打交呢 就是因為他們在搶錢 其實同樣的情況我們在香港見過 不過也很幸運 香港人真的比較斯文 所以雖然大家都在搶購物 但最上算良好 就沒有造成什麼傷亡 其實見到美國的群眾已經開始恐慌新冠肺炎的病毒 是開始進入一個暴力的狀態 其實這件事也是小弟非常擔心的一件事 因為不要說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其實在世界任何地方發生這樣的事件 也讓我覺得很深陰的 當然人命的損壞是一件事 以來就是真的看到人類的文明 人類的物資 其實是多麼不堪一擊 其實暴力的事件也不是由今天開始有的 因為其實在最初新冠肺炎開始在美國爆發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件事馬上引起我去注意 就是竟然新冠肺炎爆發 美國第一件事的人是去搶槍和子彈 所以當時就令到槍和子彈的銷量大升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在有病毒肆虐的時候 會搶槍和子彈呢 其實如果仔細一點想一想 都覺得挺恐怖 因為他們已經覺得自己病毒肆虐的時候 他們已經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受到威脅 而且威脅並不是來自病毒本身 是很擔心社會秩序會發生問題的 所以在美國人一半的心態 他們馬上就想辦法 要武裝起自己去保衛自己的家園 其實這件事除了在美國發生之外 因為美國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也都將整個暴力的趨勢 是蔓延到全世界的 剛剛看到在澳洲 也有同樣的報導出來 3月20號的報導 就是澳洲就是那些人也開始 那些人也開始在儲存子彈和槍械 為什麼他們要搶呢 就是因為美國在瘋狂地搶 所以他們很擔心 在澳洲那個槍械和子彈 也都會因為美國在搶 供應不夠 而令到他們的供應都會缺乏 而且這樣不僅是影響了海外 都同樣地去搶子彈 甚至在美國呢 也都見到開始有亞洲裔 亞裔的美國人 都開始掃子彈 原因就是美國在這段時間 是非常歧視亞裔的人 所以呢 再這樣次庭發展下去 兩邊是有一路掃彈藥 現在欠的只是一個導火線 而很不幸地其實導火線可能已經 開始慢慢在各州份上循環 因為那個病毒呢 相信會令到美國是相當之變的 唉 所以這一件事呢 其實大家都很不想見到 其實呢 話時說 在大半年前 我們都發覺呢 美國人呢 是抱一個很奇怪的態度 因為呢 我們作為香港人呢 大半年前其實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直心中有數 其實甚至呢 現在雖然在肺炎市的時候呢 在先幾天 三月二十一號 他們呢 又借著 因為二十一號的關係呢 又在元朗 有一大班黑衣人 在處搞事 其實這些呢 在過去呢 由去年六月開始呢 我們在香港已經 旅見不鮮 那整天 整天 個個星期 甚至呢 一個星期連續好幾晚 都有人在街上搞事 放火 射汽油彈 而搞到有 岸部警察去推散 香港人已經差不多是 責乎為常 但是對於 對於一些這麼嚴重的暴力事件 美國是什麼態度呢 美國竟然是支持那幫暴徒 那他直接是支持到呢 就是在美國的國會呢 要慫恿白宮去做一個強硬的立場去支持 那些在街上搗亂的暴徒 要去對抗中國的政府 甚至因為這樣呢 而通過了一條 香港的人權法案 那其實呢 真的 我都很相信一件事呢 就是叫做天道好壞 那當他一直是這樣鼓勵 甚至呢 我也都很深信呢 他們在暗中呢 可能有金錢上 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 給香港的暴徒們 那當他暗中去做這件事 明支持 暗 明就是輿論支持 暗就可能用其他方法支持 但是真是天道好壞 現在美國呢 終於 也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是令到他們呢 都開始練了 那其實呢 我們就發覺 美國 當新冠肺炎 開始爆發的時候呢 其實他所做的事 是不是馬上抗疫呢 我們呢 可以看回一些 比較舊的紀錄 在2020年的2月份的時候呢 拜登呢 就是美國的副總統 也都是現在負責新冠肺炎疫情 那個宣布的人物 關鍵的人物 他呢 接受訪問的時候 曾經說過這番的說話 相信這裏呢 我都要重新再分享這個畫面給大家 因為我需要和大家共用聲音 那現在在這裏再播過 How have you felt that China has dealt with that coronavirus and have you been a little more reserved perhaps on criticism of the initial sharing of in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warmer relationship of the back of phase one 其實有個主持人問什麼呢 他就是問拜登呢 對於中國對抗 冠狀病毒的疫情 造成怎樣呢 還有呢 他就是問呢 中國和美國呢 有沒有好好地去交流一些有關 冠狀病毒疫情的資訊 那我們看看拜登怎麼回答的 其實拜登的答法呢 就是說呢 他們就覺得呢 中國是示範了一個前所未有的 高的透明度 是有關冠狀病毒的疫情 那其實呢 2月份呢 他就稱讚中國 說中國的透明度很高 但是呢 當美國開始大大爆發之後呢 怎麼樣呢 我們見到呢 特朗普總統 特朗普 特朗普 他呢 就是將 新冠肺炎COVID-19呢 就將他改了名叫中國病毒 Chinese virus 然後呢 他呢 就是在說 賴中國 就是說中國一定要為 他們不去 很清晰地 很準確地報告疫情 而負上他的責任 為什麼呢 這個說法會相差得這麼遠呢 其實短短一個多月之前 拜登才剛剛大讚過中國 在處理冠狀病毒的 疫情的訊息方面 是非常前所未有的透明 但是呢 短短一個多月之後呢 真的可以說 一個屈尾十 特朗普 特朗普 又屈尾中國 說中國隱瞞疫情 其實呢 我們見到呢 在美國 真的在那個肺炎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做了些什麼呢 其實呢 他呢 就是不斷地抹黑中國 就是希望把那個黑鍋呢 射出去 讓中國背了這個鍋 其實他們真的呢 沒有想過要怎樣去 去嚴謹些去抗疫啊 怎樣去和國際合作啊 去對抗這個疫情 他們想到的就是怎樣抹黑其他國家 去令到他自己呢 不需要再擔任這個罪名 那我覺得呢 其實這裡可以看到 中國和美國 真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美國正在做這件事 但是中國正在做什麼呢 我們聽到一份美國報章的報道 《New York Times》 《九日時報》的報道 那就是說呢 當中國的疫情爆發的 疫情的確診數目 開始下降的時候呢 中國就把目標呢 把那個焦點呢 放去外面 怎樣把焦點放去外面呢 就是呢 開始想一下 怎樣去幫助外面 其他國家的人 那就是 在剛剛那個星期 中國呢 就已經是宣佈了 會提供200萬個醫療口罩 20萬個 更加好的口罩 還有五萬個測試的工具 做給歐洲 就是幫助其他的國家呢 去對抗 冠狀病毒 肺炎 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就是 將自己在過往兩三個月 所累積來的經驗呢 和其他人分享 而且在物資方面去支持其他人 那其實呢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在這次疫情上呢 我真真正正正看到呢 中國和 另外一個世界最大 最強大的國家 美國那個分別 那其實呢 我也覺得呢 這個世界真是很有趣的 因果的關係呢 冥冥中 是真的有很多事實 讓我們看到的 當你在做什麼 最終那件事 會回到你的頭上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所以真恨 永遠沒有辦法救到這個世界的 真恨 只有繼續去撕裂這個世界 只會將這個世界 一步一步推向滅亡 真真正正可以救到這個世界呢 是愛 那其實呢 我們 可以怎樣去看這個世界呢 到底是將整個世界 作為我的競爭對手 作為我被我剝奪的人 這樣用一個恨意去看呢 還是呢 將全世界作為一個合作夥伴 大家共生存共贏 去看這個世界呢 我相信會令世界的未來 變得很不同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藉著這個疫情 這個照妖鏡 看清楚 美國和中國的分別 然後呢 自己為自己做一個理性的決定 到底哪一個才對這個世界 是更加有益處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那如果下次遇到 再有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話題呢 小弟會再錄一條影片的 那如果有興趣再看小弟下一個分享的話 很歡迎大家訂閱了這個免費頻道 還有呢 按一按個鈴鐺 那以後當有新的影片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收到通知的了 那很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談過